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吃飽飽啦 那今天呢 我們就是要來我自己最喜歡的一個夜市 噔噔 饒河夜市 那我怎麼會選它 除了因為我自己真的很喜歡吃飽 因為饒河夜市啊 它是米其林必比登推薦裡面 有最多食品的一個夜市 而且它全長大概就600 說長不長說短不短 但是食物真的爆大多了 然後再來看這個捷運啊 就是非常的方便 你們搭到松山站的1號或是5號出口 走來這邊呢 你會看到一個池右宮 然後馬上就是到入宮 或者是我知道很多人都喜歡用開車嗎 那在這邊呢 它的停車場也有兩個 就剛剛好在頭跟尾的地方 那我們今天呢就是停在松山國橋 所以直接走出來的就吃夜市 好 那我想想看怎樣吃 應該要吃個魷魚先啊 你們有沒有看到這個胡椒餅 這個胡椒餅啊 它就是在入口 那通常呢 你們會見到有很多很多人都在這邊排隊 因為它真的很好吃 可是啊 如果就是胃比較小 像我一樣小鳥味的話 如果你吃一個可能就會飽 所以今天為了我們可以吃五六道的話呢 我們就先不要吃它 我們忍痛不要吃 我們進去找美人 現在呢 我們在幫我們的導演排隊 因為他看到這個 蜜王鮮肉飯 我覺得好像很好 你看看它 真的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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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尤其是 你沒吃到它的肉本身是很甜的 然後再加上它的肉質是很Q彈的 而且我覺得這真的很新鮮的 尤其是它 它雖然是炸過的 但是因為它們油很新鮮 所以不會有那種油好味 怎麼辦 原本剛剛是想說 因為你跟導演分一隻 他都沒有吃完 那導演等一下你再買一隻啊 好 都吃光了 還說自己小鳥味 很好吃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然後河街這邊呢 有很多間藥燉排骨 可以說是所有夜市裡面藥燉排骨 最多的營業市 不過我自己呢 真的從來沒有吃過藥燉排骨 今天想吃是因為你看一下 它是融合2018跟2019的 我們已經會先必吃的道理 沙拉你看那個 它是帶一點清甜在裡面的 尤其這點可以吃得出 它的肉汁被煮得很簡單的那種味道 就是融合在這個湯汁裡 這個肉真的是 已經煮得非常入味了 但是我覺得很厲害的一點是 因為它們雖然把它燉煮得已經非常軟 但是還有肉的鮮力 每次都害我好嘍 跟你們說就是這間魷魚 這間魷魚真的真的真的很好吃 我自己每次來老河夜市 都一定會來這邊吃 我就是吃了大概三四次了吧 它叫做魷魚大王 然後他們的魷魚呢 其實真的厲害 就是因為他們的餃子 然後所以我就是要點一個大份的 然後它辣度可以選了小中辣 但是我都不會吃辣 當然要點大飯 你好 要不要加辣椒 大辣 大辣很辣可以嗎 這個大辣 現在一隻很好 欸我們上樓子 這邊最好的就是 雖然是夜市 但是有二樓可以多 而且只有等七樓 來吃吧 你看看 這就是我最喜歡吃的魷魚 然後呢他們家的魷魚厲害 有所有醬汁之外 有看到這個九層汗 你加了九層汗 你會多一個層次的香氣 好香喔 為什麼我今天 我覺得他今天好像加了辣椒比較多 是誰剛剛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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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這麼會吃辣 當然要女沙拉 好當然要女沙拉 他辣的很過癮 因為他們家的辣 不是那種 辣到你馬上就會崩潰的那種 是 漸入佳境 就越來越辣 辣椒徐漸進 他辣座會比較像馬的感覺 尤其是 他們家的香味很重 當然不是說那種 吃鹹的感覺 超脆 好好吃喔 給大家介紹很喜歡吃的就是這個 登登 炸鮮奶 它很便宜 串才20點 我知道還蠻想知道炸鮮奶是這種感覺 炸鮮奶就是一種 很像是把雪花糕拿去炸的感覺 它就是甜甜的 那鮮奶味 也不會說全部都是牛奶的感覺 他們的口感有點像蘿蔔糕被拿去炸的 好 中間會軟軟 外面脆脆 好 為了感謝大家支持太琴 所以呢 這次我要拿導演的錢 來夾娃娃給大家 導演好可憐 只好送你一首歌 爸爸 我要錢 媽媽 我要錢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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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需要你的錢 啊 現在來看一下導演會給我多少錢 一 好 導演給了我 導演我這樣夾不到 你才給我一百塊 我怎麼夾 一百夠啊 好兩百 兩百 兩百塊我一定夾得到娃娃送給大家 那就是 所以現在下面留言的呢 我就可以把我今天要夾到娃娃送給大家 欸這隻魚市面展開會動的魚 那你要夾嗎 我覺得粉絲不會搶答的 有間餘呢 導演跟攝影師剛剛都對於我的 身美觀有很大的意見 所以 我要表現一次我的唇印給大家看 我換了另外一條魚 這一隻 可愛了吧 我要再次宣布這隻魚是夾不起來的 我們換一個吧 為了你們 為了你們 我又換錢了 到底夾夾夾複夾的到 你幹嘛換你告訴我 我一直在錄啊 你看 天堂來的兔寶寶 這是凱婷為你們夾的 所以趕快在下面留言 這隻有兩個粉絲 有機會可以獲得我的家的娃娃 第一名跟第二名可以獲得喔 第一名可以選你要哪一隻 我一定會寄到你們的家 不管你是南極北極啊 在哪裡 我都一定會寄到 嗯 身為一個香港人 來到夜市呢 看到一個 九龍城香港茶 當然要試一下啦 我之前在夜市都見過很多次香港茶 但我沒有說 為什麼突然講廣東話呢 畢竟看到香港的茶 我們來試試 好喝嗎 到底好不好喝 為什麼不說話 我覺得它沒有不好喝 它以一杯手搖來說是很好喝 善良的菜 但是它 沒有香港的凍寧茶 香港的凍寧茶 會是比較澀一點的 用茶杯的筋啊 我會說那個茶比較筋的 就是比較澀 但是它的茶味沒很多 不過稍微很夠我覺得 所以 還有一個東西一定要跟大家講 就是玉米 而且你知道現在可以看到 它還是這樣炭烤玉米 是多少件的事情嗎 它光是在那邊捲捲捲捲捲捲 我剛剛就已經想說 我就是要吃它 一定要吃它 而且他們家的玉米 不是就是一般的玉米 常常你會看到就只有黃色的 但是他們吃起來是糯米 所以會有黃色的 黃色的紫色 黃色的紫色好像 我必須說炭烤真的不一樣 它真的充滿了 一個炭香的味道 而且就是因為它是用炭去烤的 所以可以看到外面在一起 它已經把醬子烤到脆脆的 這種外面醬是脆的 但是中間的玉米粒啊 它還是很濕潤 尤其是它還蠻甜的耶 好厉害 然後你可以看 我剛剛真的輕輕咬 它的玉米粒就會掉下來 不會是那種卡牙縫的那種玉米 所以就可以吃得很優雅 好好吃喔 童年回 你真正 這已經夾到了 剛剛這隻兔食的導演 看不下去就幫我夾好 這隻真的是我自己夾的 你看多麼可愛 雖然它的臉有點小髒髒 我跟你們說 因為啊 這邊還有一種老饕吃法 豆瓣醬 就是啊 如果你們有些人的口味比較重一點點 或是你們吃到後面 因為它肉真的很多 然後就發現前面的肉 你喜歡用清湯的吃 但是後面你們可以加這種飯醬 那這個味道會比較鹹香鹹下一點 而且那一點辣味 你會覺得太好吃 感覺到碗裡面的要燉排骨 看起來肉超酸